我佩晨慈四號出席請去品牌記者會 現場意外透露老公私下的小秘密 老公算是很好的床友 他其實不大算耶 每天我們睡前是會有儀式 就是看著對方 就是應該是可能一整天 就對到眼那個一個瞬間說 晚安要睡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給互相一個hug 然後就去睡覺這樣子 但他不是好床友 因為他打呼非常的大聲 而且他那個是震到那個 震耳欲聾啊 就是你覺得你的那個耳膜已經 快要真的被震壞了 床墊很貴的 床墊 就是一般啦 一般 那你會去過大家的家床或的床墊嗎 你會去人家 朋友家床墊嗎寶貝 我覺得朋友一般的關心 當然是一定要的 但是我不會因為 比如說媒體的話題 或是媒體報導去特別多問 我覺得這方面我們就沒有多過問 在我看來 其實麥跟小孩子的感情就是很好 然後我覺得他們就是很sweet很甜蜜的一個福氣 很幸福的家庭 黃麗紅祝福也要祝福了嗎 當然 麗紅的才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非常祝福 最特別的生意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